翻譯 大家好 我是臺元軒的龍師傅 今日教大家進行一道蛇羹 最近天氣冷大家都喜歡吃蛇羹 蛇羹的功效有驅寒活血暖胃的功效 我現在就用傳統的方法教大家做蛇羹 我們現在先拿個蛇湯 先將蛇肉、蛇骨、老雞、豬肉放進水 一飛一飛水 讓它飛出血水和髒水 拿出來的湯是比較清淡的 不會太粗 我們現在鬧氣了 之後就用清水把蛇羹放進鍋子裡 我們現在放進鍋子裡 我們將這些材料加進鍋子湯 那些薑就蓮皮,蓮皮水就最好了 薑皮也是鞠躬 通常補的材料都是醋 把蛇放進鍋子裡 這樣和回來 本身是有薑 再加少許粒 再加少許粒 進入蛇的香味 放多兩片成蜂葉 現在下水 大約這裡是下水 下到浸過的湯 大概 我們就開大火 先煮粉 之後就收小火 煮六個小時就可以了 隔壁的渣就可以 看到是很香的蛇湯 現在先把蛇湯放進鍋子裡 你看看煮多少人 就放多少湯 把花膠 花膠絲 花膠絲 切絲後 用薑汁酒 煮一煮 就沒那麼去掉那些香味 這些就是筍絲 和木耳絲 又是發了之後切絲 把這些材料倒進去 薑絲又是切了之後 用清水滾一滾 火皮絲 少許就可以了 這些就是蛇肉 將它拆了 撕了絲 買回來的蛇肉 如果是生的 要蒸透後才能拆到肉 拆了之後 全部倒進去 雞仙呢 切了之後 撕一撕 撕到少許生粉 又是稍微飛一飛 稍微慢慢地火 撕一會 加少許鹽 少許糖 放少許胡椒粉 放少許生粉 吃蟋子 吃蟋子 就不要太激 稍微有少許 流離芡就可以了 不要太激 吃蟋子是吃渣的 撕少許老抽 就變成金黃色了 如果有需要的 可以加些鮑魚絲 我們也有放的 一碗蛇羹就完成了 煮的時候稀稀 不要浪費 吃蛇羹 給人家的感覺是有少許醋 所以加一些菇花 就裹上勻 檸檬葉仙就吃了香味 而且很香 薄脆就增加口感 哀嗦 我們在 bonds 導演 照片 沉 我們先拍照 我們先拍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